《台湾文化之夜》 自古以来音乐的表现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组合 不管是中国的古乐或者是西洋的古典音乐 甚至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音乐 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单一的乐器 或者是人声的演出之外 也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是十来个人的一起演出 这样的室内乐组合 其实是作曲家为了要造成这个音响的 不同的色彩 以及整个音乐的不同的形式所组合出来的 但是在我们欣赏音乐的这个过程里面 到底这样的组合是必要的吗 还是说借由这样的不同的组合 我们可以领赏到音乐更多的不同的特性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两位钢琴家 来一起与我们分享这个室内乐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 也就是双钢琴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在我右手边的这位特别来宾 她是林湘蒂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湘蒂 另外一位是庄一芬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庄一芬 我们学的乐器都比较不一样 钢琴是已经是被号称为乐器之王 所以本身它可以掌控 不管是节奏 不管是和声 不管是旋律 它可以一台乐器就搞定 那对我们所学的乐器是单音乐器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不同的乐器来配合 或者是跟钢琴来配合 那你们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觉得说格格不入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对方好像抢了我的风采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感觉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 那你觉得这样的 比如说你们两位在演出 那对于你们这个曲子的这个诠释方面 或者是说你们在根据你们自己的音乐会 你们自己的读奏会上面 你们这个选曲的安排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基本上刚开始我们在找曲子的时候 蛮困难的 因为双钢琴的曲目其实不是很多 那从第一场开始 我们都是以比较有名的 比较常听到的曲子为主 那慢慢的才开始去找一些比较靠近现代的 那比较没有人在弹的曲子 试着去了解它 这样 那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资讯 跟两位老师所提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我们发现两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不管是你们学习的过程 或者是你们到国外去读书所选择的这个国家 也都不一样 那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你在你这个学音乐的这个背景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多么的幸运啊 还是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学了这些音乐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们的音乐背景 林老师先跟我们谈 我本身因为从小就是家庭的关系 所以就学钢琴这样子 妈妈从小就教钢琴的 那大概到18岁的时候就出国 到法国去留学 那一路上我是觉得都还蛮顺利的 可能是老师方面跟照顾的家庭方面 都被安排得很好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到法国 本来就是想去欧洲留学 那法国是因为我父亲本身他是教法文的 所以你从小就会讲法文 当然不是 也是出国去的时候才是去学的 那你要去法国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因为我想我们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孩或者是家长 可能你们也会去安排说 以后是不是小朋友要出国 那您可不可以帮忙法国的这个学校 或者是说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是选择到法国 而且到这个学校去 我的情况可能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本身家里有一个父母的朋友 在那里是唱声乐的 所以他有帮我安排到一个大提琴老师的技术家庭 对 那那个城市不是在巴黎 是在巴黎北边的一个城市叫卢王 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钢琴老师 虽然他不是很有名 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念的 其实什么叫有名的老师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 我很多孩子想要出国去读书的时候都会选说 尤其是学音乐 我要去朱莉亚 我要去伊斯曼 然后法国我要去那几个国立的 然后或者是 跑到德国 很多音乐院 那其实有的时候 有些孩子在谈的时候 我也是跟他们建议说 应该是先看看这个孩子 他的兴趣 对语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到底你去到这个国家 如果这个语言要占用你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的话 那我觉得那是一种浪费 那是不是你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学校 或是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我想这个点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衡量的 那庄老师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到美国去读书 我就是高中毕业 然后就是决定要到 一直从小就有决定 就是一直有这个心愿 想要到国外去念书 那讲到双钢琴 双钢琴在那个台湾 那我们也是老师级的是叶绿娜跟威勒富老师 那那时候就我也不晓得说到底是要到欧洲去 或者是到美国 所以就找一个机会 然后去拜访威勒富老师 那他给我的建议是先到美国去拿学位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朝美国这条路线去找学校 那您是读克里夫兰音乐学院吗 那个学校有什么好 它是因为就是类似像音乐学院嘛 就像如果在台湾的话 比如说艺术大学 对它修的课跟一般的大学音乐系就是 它会演奏的课会比较多一点 理论的东西关于音乐方面会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赞演我们的主校 是 其实在选择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有的学校它提供很多人文方面的东西 那当然在所谓的音乐专业上面 它相对的你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位 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去到音乐学院的话 林老师您去的也是音乐学院吗 是的 也是在欧洲的学制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不用去念学科方面的东西 就是只有音乐方面的东西而已 所以就是纯粹是专攻音乐演奏 对对 OK 那你们这样学习的过程去到那边 然后刚刚林老师说很顺 很顺然后就回来台湾 可是你觉得台湾的孩子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也会很顺吗 还是有没有什么你遇到台湾的孩子他们在学习音乐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瓶颈是你们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的 其实我之前在台湾反而觉得没有那么能够放得开 去练琴或者演奏这件事 因为有太多学科的压力 还有一些杂事情 对 那我觉得自己应该要想清楚以后未来你要走哪一条路 才朝着那个方向过去 想清楚是很重要的 想清楚我想是对每个孩子都很难 尤其是你说十来岁每天还会想到未来的东西 但是是不是出国 其实我本身出国 我也在国外读书 但是我会觉得说 你出国的这一个点要非常的清楚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国外是要去干什么 像刚刚两位老师也跟我们提到说 他们就是从小就有这个心愿 他希望到国外去拿学位 那其实拿学位是一个点而已 更重要的是说你到了国外去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国外有不同的视野的东西 国外的音乐的领域其实是更多的多元化 那甚至你所每天所能够接触到的音乐 其实那种种类是更多的 那我相信透过我们两位老师跟各位朋友来分享 他们的学习的这个过程 我想您已经有一个很基本的了解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呢 我们即将要来谈一谈他们的组合 这个双钢琴到底有它的必要性吗 或者是它跟一般用钢琴跟别的乐器来合奏上面 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们稍后回来请不要走开 好久不见了 那我们下次见到的 我们下次见到的 这就不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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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